屏東縣的屏東離港內埔 方寮恆春五個分局長大換雪 同時新任的主任秘書與都查長 也交接上任 屏東市觀光農業大縣 也相當重視治安跟交通維護 尤其毒品犯罪更是查氣重點 縣政府將反毒視為第一藥物 對毒品展現零容忍態度 由於近年來毒品入侵部落案件頻傳 未來將著重部落查查跟防治宣導 加強我們轄區一些公式勤務 包括了巡邏包括入檢等等的勤務作為 來防治這個毒品案件的發生 那最主要是要弃毒 無論是在我們的非原民鄉或者原民鄉 我們也希望在治安座談會 跟我們所有的鄉親來宣導 屏東縣警局希望未來能加強 學校與部落的反毒宣導 結合地方的力量 形成反毒網絡 讓原鄉居民及學生 能真正遠離毒品危害 原市新聞哥 省屏東市財寶報導